而这次原民处所提出的追加减预算案当中 副议长林宗汉他指时尚部落计划委托案 招标过程有违采购法规定的情形 应该是依法来处理 要求原民处要说明清楚 否则这笔预算将会予格置 原民处为推动部落旅游 执行时尚部落计划发包 最遭副议长林宗汉踢爆 招标过程有违采购法的情形 你这个工程管理委员会告你们凡文给他 说这个规划案是某某人 他竞标标案又是这个人 这不是求援兼裁判吗 那你们还让他到现场去检报 这不是带头违法吗 由于招标金额超过千万 副议长林宗汉提醒原民处 应该要依法行政 将经费用在刀口上 我跟初号讲 虽然我是援助理员 可是我在第18届议员 我第一个带头都删除 在原民处的预算 我们自己人不会护短 但是我希望你在用 政府国家给我们原住民的钱 每一分都花在刀口上 副主要你跟我讲 你说这个是评审委员 愿意拉简报 你一个违法的球员 你让他还上场打球 这你就是你 行政单位的这个 没有去把关嘛 你要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本席也在那边请各位议员的支持 因为这个标案 是一个不公不义的标案 副议长也强烈要求 原民处一定要说明清楚 否则将会搁置预算 为人民勘紧盒包 记者潘众伟台东市报道